各位同心,大家平安。 我們這一節看,說國家政策和我們的運動很有關聯。 你政策對和政策不對,插在哪裡。 我們以歷史的角度來看。 在荷蘭時代,荷蘭人一六五二年,台西九成名的台灣人。 因為台灣人,漢林,移民下來,感覺這個地方比較好賺錢。 但是荷蘭人隆重在岸邊那個地方,台南地區,差不多六百名而已。 六百名給你台西九成人。 為什麼? 你要結婚不成功。 在清掉的時候,我們有主委貴、阿武王、貴貴。 兩、三天而已就佔到台南。 這一個月,整台灣都給他佔去。 那也不成功。 一處調兵。 一處調兵。 叫林松文打賭。 離世調兵。 也叫林松文打賭。 三十調兵。 這回,勤兩皇帝, 就郭姓 叫兩千名到三千名的最讚的兵 來打來台灣。 其中有一支軍隊,很得室。 這支軍隊叫四川臀帆。 四川的臀,臀就是台臀山的臀。 帆,帆就是帆子。 四川臀帆是什麼人? 是世宗人。 藏人。 他們生活在四川公囚的管山。 為了要派這兩千名來台灣。 勤兩皇帝,送他們六十隻牛。 給他們吃牛肉。 他們不能吃虎。 藏人不能吃虎。 這回,林松文連打了兩次大勝仗, 把這個萬千的兵掛出去。 現在第三兵, 調全國的精英來台灣爬。 這回爬輸。 林松文爬輸。 走去山頂。 我們台灣有管山嘛。 三千公囚的管山一大堆。 你這個要抓的人就沒辦法了。 到管山就走不去了。 結果呢,這回世宗人, 三千公囚的人, 看起來有四千公囚的人, 就抓的人, 也輸。 但是這個林松文爬起去, 前十年啦。 一七七六年, 美國獨立戰爭勝利。 美國怎麼勝利? 我們林松文爬打三遍, 都贏了, 打到要去, 變成輸了。 以後要再打到村, 也是在清掉的時候。 在日本時代的時候, 我們有北部, 林小鳥, 要不然北部, 甘臺塞, 淡水人, 起床。 中部歌踢後, 南部林小鳥, 都拿武力來建政, 來跟日本人建。 都輸。 日本時代都輸。 現在說, 在國民黨有統治的時代, 我們很多台灣人說, 我們要求獨立。 我們的秘書長說, 他們走不到房間。 這走不到房間是什麼意思? 所以, 我們真的走不到房間。 我們拿林松文的例子來講, 林松文一七八六年, 就是一七七六年, 幾十年之後, 一個是在美國獨立戰爭成功, 一個在台灣獨立戰爭不成功, 在台灣獨立戰爭不成功。 那是在某個地方。 有人知道嗎? 我告訴你, 美國怎麼成功, 美國成功的原因, 因為它有外國的幫忙, 它法國人幫忙。 法國人跟英國人搶聲, 你如果要派軍下去, 我就去拚。 這英國說, 算了算了。 所以, 有外國的介入, 這個, 華盛頓代的結明代的成功。 我們林松文, 都沒有太多外國, 只有靠自己人的力量。 說到今天來, 我們秘書長, 林志生, 他的理論, 就是王國法律, 他的意思也是一個結明, 他要改變現狀。 改變現狀, 都可以說一個結明, 但是他沒有要用無力。 無力, 拜託美國人, 這就對了。 你如果走台北的路線, 你剛才去走台北的路線, 你在那邊, 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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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不出路。 所以, 我們的秘書長說, 他們走不到環境。 這樣有合理嗎? 所以我們現在就說, 我們在有這個 過去的歷史, 我們台灣人的歷史, 我們要知道。 不然, 一米, 我只要獨立而已, 我只要代獨而已, 就沒有辦法了, 你都沒有辦法了, 要怎麼走出來。 我剛才一個博士, 四樓, 他專門說要去, 進聯絡國。 我那時候, 大概二零零六年那樣, 二零零七年, 我剛才對他, 我說, 你要去聯絡國, 你給聯絡國申請, 你們有什麼 那個paperwork, 就是說文書的處理, 誰那樣? 他說聯絡國, 不把我飛飛這樣。 我說會奇怪, 我們這個林志生, 有七遍的來回, 那時候有七遍, 起, 回來, 起,我回來, 總共有七遍, 買衣服, 總共有十二遍。 我說, 我給你介紹, 任志生, 讓你熟悉, 看你們來講一下, 看, 到底哪裡有出問題, 他就很熟悉, 他就很熟悉, 我們就用了那個, 台北的橫洋路, 去喝咖啡。 林志生, 還帶河外園, 還有, 帶一個, 另外一個, 插先生, 我們剛才會, 就在那裡開花, 開花, 結果, 了解了, 這個螺旋, 他了解, 他怕這條螺旋, 沒有出路的方向, 但是他繼續鼓勵, 大家來進入學國, 大家來進入學國, 我兩年前, 為他, 剛才為他, 為紐約客家, 好, 阿嬤, 開花酒了, 不去好像不可以, 也去現場, 跟他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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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們走的路, 正式, 是不是很重要, 正式, 你如果不對, 你一世人走不出來, 因為台灣, 就不是一個國家, 你要申請, 留學國, 不可以當自己去忙, 這你看他出來, 你台灣, 要獨立, 你如果沒有外國的幫忙, 像說, 藏, 藏的那個, 自由市部, 什麼, 埃及有四千人, 因為, 內部的抗爭, 西雄四千人, 要錢呢, 你如果政府, 不用說, 多有力的政府, 普通政府, 如果機關前, 幫你掃掃的, 四幾千人, 就有了嘛, 你要怎麼成功, 所以, 我們這個抗, 很重要, 我們就說, 過去, 有犯到什麼錯誤, 過去的錯誤在哪裡, 我們要怎麼比別, 我們有發一些, 這個, 講義, 講義的, 那時候, 稍等有時間, 我們再來講, 但是, 先說這個講義的重點, 講義是頭前, 告訴你, 它的原文, 它是怎麼寫的, 這是哈, 頭前, 它怎麼說的, 韓非子寫的, 後面, 比較粗, 它是一些改選, 讓你們看起來, 有啦, 中國的原文, 常常給人家介紹, 如果有時間, 你的經驗公司也好, 你在處理國家的任務也好, 醫藥, 大家都是很重要的任務, 要發一些, 你的內部, 會參加什麼問題, 一樣, 我們這個, 台灣民進府, 來部, 也有參選一些問題, 這就要看這個, 來解決, 現在, 就是說, 國家政策和興盟, 掌權於未掌權, 一個人, 在沒有管理的時候, 這個人有變化, 到底變化在哪裡, 我們拿黃埔軍校作禮, 來講, 最近有一句話, 不管是國民黨軍, 還是共產黨軍, 都是中國軍, 有聽到的人, 手機還是手機, 大家都聽到, 這句話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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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話, 我們要研究黃埔軍校怎麼來, 順領山, 不然說, 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 這句話, 如果聽到, 嚇一聲, 也會太多, 現在也不是我發明的, 為什麼, 黃埔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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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做案例來講, 這個, 袁世凱, 是, 中華民國的國父才對, 不是孫中山, 孫中山那些, 武昌企業的時候, 人家在, 芝加哥在喝酒, 我們要把滿清政府推翻, 軍事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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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紅線稱帝, 做風帝做九十天不夠, 八十多天來, 就聰明了, 聰明了, 這個, 中國, 四分五裂, 有軍官的人, 大家都做王, 這個時候, 第一, 有一個國家叫做, Russia, 鎖聯, 現在叫做鎖聯, 這1917年, 他叫一七年, 鎖聯, 在這個列寧的領土下, 結明成功, 結明成功, 之後, 他覺得共產主義很好, 全提供共產主義, 成立一個叫做第三國際, 什麼叫做第三國際, 第三國際, 有錢, 有武器, 供應給各個國家, 每一個國家, 會反對動, 你們拿這個錢, 拿這個武器, 去把你們的政府拚起, 這樣, 後來, 十個國家都變成共產國家, 這, 黨後, 大家都是共產國家, 這, 你要知道, 這就是鎖聯在幕後指導, 在中國的這個地方, 他說, 你要推翻各地軍閥割據, 來, 我去一個黃埔軍校, 叫孫陽山去找一個人來做校長, 孫陽山去找一個人來做校長, 孫陽山去找, 找沒有人的, 副校長, 副校長就是, 教務長, 教務長, 周恩來, 現在設立一個黃埔軍校, 黃埔軍校設立之後, 沒多久, 就北伐, 北伐, 有什麼重大戰役嗎? 沒有, 沒有嘛, 怎麼沒有? 我告訴你, 沒有的原因, 虎蘭人, 在一六二十年以來, 在台灣的時候, 他就說, 我們兩個虎蘭兵, 還是兩個英國兵, 就能打敗你五十個中國兵, 二比五十啦, 這個有破崩嗎? 沒有破崩嗎? 因為我怎麼說沒有破崩呢? 買手, 聽說打來, 把虎蘭人驅逐走, 虎蘭人, 種啊, 種啊, 帶來人, 沒有到一千人了, 聽說派兩萬五千人, 二十五倍以上, 還有, 二十五倍以上, 還有, 要打十五倍以上, 才把虎蘭人說, 好,好, 你這麼愛台灣, 我走啦, 我要走的時候, 我所有的人, 都要集合起來, 尚在鎮上, 你要給我鑽紐, 讓我為台南, 開鎮, 開到印尼的百多米, 就是牙齊大, 台南這邊, 叫做, Zelandia, 這都是荷蘭名, Zelandia, 這樣安排, 這樣是不是, 超級二五倍, 要白髮這些軍隊, 因為, 蘇聯人, 讓你, 捕氣, 後一會捕氣, 彈藥, 高官, 叫做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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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錢, 都給你支援, 所以這支軍隊, 出門, 和其他中國的軍法, 感到他拚, 不用拚, 一聲就輸了, 所以, 走到, 為他更多走到上海, 這個結明就非常成功, 到上海之後, 叫做高官, 押心擴大, 擴大到什麼程度, 大概是想做總統的那樣, 不知道啦, 一轉, 把恩人當仇人, 台, 這個動作叫做清黨, 清黨才可以聽到, 所以, 叫做清黨, 就是因為, 他的押心情感, 這就是心理因素, 這些心理因素, 要想, 我們現在, 民政務也發生這個問題, 我們過去的, 一些重要人物, 是說, 我們現在成功了, 就自己做一些, 有的無的事情, 所以, 我們會來這裡, 這是正確的, 這個孫中山啦, 這個蘇聯人啦, 這個, 這個, 陸軍軍官學校, 他不是說黃埔軍校, 陸軍軍官學校, 坐落於黃埔, 所以叫做黃埔軍校, 現在還要說, 漢民宗, 國力怎麼衰退, 我看到, 純秋建國的時候, 這個, 中國的這個勢力, 贏到西方, 不雖然不正經前, 但是, 應該是贏到西方, 應該是贏到西方, 因為我們有很多理論, 孫子兵法, 商鞅兵法, 這些都是不得了的, 很了不起的東西, 怎麼會來到, 二十世紀, 十九世紀, 十八世紀的時候, 哇, 插人插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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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兵都可以拍拍, 五十個里的兵, 怎麼插得那麼多, 先說西方世界, 他們的國力是增加, 西方世界, 本來是這個, 教皇掌權, 在十五世紀以前, 教皇掌權, 但是到1517年, 英後17年, 有一個叫馬丁路德, 他在九州外面大, 教皇九十五條的罪狀, 這罪狀是因為, 這教皇犯罪, 有九十五條, 因為教皇在賺錢, 在罪罪卷, 他說每一個人都有罪, 這個罪多大, 你的罪可以, 我現在說, 新台幣, 拿一萬塊出來, 下面你一萬塊的罪, 來買這個罪罪卷, 你如果拿十萬塊出來, 就下面你十萬塊的罪, 我說這叫做, 你想就買這個罪衣服我, 大家要把它称賺 встр, 有一個傷利就itary變好, 很多人在招認那樣enges, 有些事情,這是風俗 傭風俗走,但是不一定是正確的 西方世界因為有馬丁路德出 馬丁路德攻擊教皇,抓逆 教皇要抓馬丁路德 但是,日耳曼貴族保護起來 馬丁路德沒附抓到 所以你什麼理論都可以說 說地球是贏的 以前你如果說地球是贏的 頭髮就不去 現在說地球是贏的 我就不怕你了 你捏我不對 地球是贏的 因為你地球是贏的 你把上地放在哪裡 放在地上 不對 它在天上 所以 所以歐洲因為有這個 這個因素 他們的思想就開放 開放有文藝復興 有工業革命 每一個人都開放 所以歐洲就大大進步 在東方的中國沒有進步 為什麼沒有進步 你如果要做一個 有一個人 要做一個 有 有課 有課尾 升官發財 這是中國人的頭髮 要怎麼升官發財 有一個政策 四行一千年 從水條開始四行 拿空子尾 四書五經 來託 你去扣 去扣 為修宅 孤磷 禁俗 三行 來討 你如果 分中寫得好 你就肝做得更大 大家都扣 大家都扣去本師 大家都扣去本師 結果 大家都死了一樣 俗上不變 現在還想到回來了 台灣的聯合招生 就是這種 把所有的學生 的訴訟都給你 在標準教科書下 所以我們現在要說 台灣民主很困難 說到日俗美戰 日俗 很多人反對 那就是中毒 中毒不敢說 不敢說 只知道 他的生活是對的 但是他的生活對 隔壁 隔壁的人也相反 跟他一樣 所以日俗絕對不對 所以想要做大陸 就走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是 那個是 你生一百人 生一千人也一樣 生不出去了 這是 生風跟 重風的重大區別 所以 後來人 來到台灣 一六里數年 來到台灣後 這個 台灣 英語名叫做 Fromosa 只有一個名 沒有第二名 但是 漢林來台灣 給了三四十個名 因為 怎麼給三四十個 就不知道 這是一個多數 你說一個名 我說 你說 這個叫做 隔壇 我說那個 叫做過人 不知道 跌壇跟過人 同一個 這就是 不可以 經緣度 都不可以 只有四十五金 所以四十五金 海西中國 不是說四十五金不好 大家都在四十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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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聰明 我去美國十十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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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說有問題 哇 一半的人 抓手 奇怪 問的問題 後來 阿里布達的問題 但是老師都很客氣 答案 這在台灣 沒有這個情形 你有問題 通通沒有 你叫背就對了 對了 你要背 所以我們的頭角 沒有受到訓練 沒有受到訓練 就沒有那個新的武器造出來 沒有新的孫頌 所以 東風和西風的 境競賽 從這裡就看得出來 失敗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注意 我們的孫頌 不要去香港 中國 北京的蒙古人去接著 蒙古人是誰人 叫做匈奴 這個 本來 原住人 蒙古人 他們比較慢到發展文化 這個文化 沒有來中國 黑漢文化 傳統去世宗 去世宗 去世宗 世界 去黑漢文字 才來創造蒙古人 來創造 世宗文 怎麼不可以來中國 拿這個文字去 盡在咫尺 怎麼也不可以這樣 因為 中國有一個萬里長城 萬里長城就是 中國固有的國界 萬里長城以北 不是中國的 大家要知道 這個說 台灣是說 他固有領土 他說萬里長城以北 都不是中國的 蒙古人 跟人 本來是說 社牧人 這眼睛的色不一樣 漢林 頂頂 但是 主要的 職業 要注意 本來十頂 把人 本來十頂 一官惡例 第二 就是 官 做官 政府做官 第二 惡例 你就是比較少的官 三爭四道 做下山 做道書 武功六農 七一八唱 唱 唱就是 妓女 叫唱 九乳石蓋 那個 特空是 那個 叫做九乳 是地上 那實在不入 長 石蓋 騙去這裡 比較高一劑 所以 中國人 念 中國人說 臭老酒 就是 你這個 特空人 頭部都不能變下來 叫做臭老酒 在台灣 萬一人 種下 台灣人 分化的理由 的因素 第一 分類制度 分類制度就是說 跟不一樣的居然的人 住不一樣的地方 江湖人 鑽酒人 鑽酒人 不給你家庭 客家人 客家人 跟火炉人 分開 客家人也有這種 北部的客家人 跟南部的客家人 都不一樣 所以分類制度的種類很多 有張權度 有明客度 有客客度 客客度就是客人 台客人 客客度 分類很多種 就是讓你不會團結 那裡還有一項 就是三年的臨機 你 從中國派兵來台灣 只能做三年 所以我們台灣說 三年兵 兩年末 但是台灣做兵 做三年 兩年就落在那裡 對我抹抹抹抹 三年兵 兩年末 怎麼自己整頂三年 來台灣只能做兵 做三年 對 拳龍皇帝 沒有不是 康熙皇帝 不可以在台灣 台灣 跌了一六八十年 去到西隆爬爛爛 不就覺得很高興 但是 康熙皇帝說 台灣乃淡環之地 得之無所加 去之無所損 他說台灣只有 都不太大了 德之無所加 得之無所加 得到無家 什麼 跟丹彼爽 也不孫子 什麼 一個方天怎麼說 這種臭貝 台灣到底是 一袋子 只想說 那外音要跟你說 因為萬一人 在一六四四年 13海关 全到1646年 整个中国都给他沾起 怎么都给他沾起 我去查林口 万丈人的林口 第1644年的林口 有60万 包括孩子 女人 但是 同年 中国的汉林林口 多少 六千万到一项 汉林林口 是万丈人的100% 万丈人的1% 万丈人的1% 1%的人要如何 欺負很大的地方 他就爆就爆死了 所以我们在看电视剧 常常看到万丈人的汉 头上的汉袋 这不是没关系 因为他们家 万丈人的家的弱智者 都可以来中国做军党 拿到台湾 哪有嫉妒什么 所以 现在台湾的这个将军 叫做西隆 西隆 西隆 他台湾以前 已经开发的头队 一万八千架 他自己独占七千五百架 其他的将军 噴一噴一噴 七千五百架 要收座 哪里 不是一个地方 是收座 摄十分 收座 从前军党 送这些钱去北京 给他 万丈人也没有在台湾 仕隆 住在台湾 稍等翻空 万丈人没理由 所以 在這個三年任期 三年任期這個康熙的皇帝聽到不錯 三年你待在台灣要沒辦法生君 就把你調到回來 所以三年過兩年完 還講不准西眷 不可以朝母子來 所以我們台灣人說 有康熙說就沒有康熙 因為女婦都要 都不能來 還有禁止移民 禁止移民的時候 你要移民來台灣 要坐睡台前 因為大台前沒辦法一聲就做好 睡台前沒辦法 你頂頂的就能起來 但是你經過五水高 我看禁仙公 火蘭人 日本人 所有的人為五水高 沒有人有問題 怎麼會 這五水高有一個事故會說 十七六四三樓一回頭 十的經過五水高 六四的五水高 到台灣四的 還有一個大陸沒辦法 還回去 這就是原因 所以讓我們台灣民族 會形成 這是間接的因素 第一 第一 也不知道大家都是江人 有一個出現 一個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在廣西上 這個太平天國是客家人 他覺得不對 王國一分之就是 勸勢良緣 勸勢良緣 勸勸良緣 勸勸良緣 這分之就是 一個基督教的國家 就來找他 所以他自己自稱天地 但是 太平天國 真沒福氣 打到南京之後 就開始內政 這個大家要注意 如果你有一個成就出來 就有內政 不然 我們現在 也遇到這個問題 有人跑出去 就說我們的派位 他也沒有理論 但是 自己派位就直接說了 太平天國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歐洲的軍隊 英國法國的軍隊 都沒有來幫助太平天國 電動去幫助 挖萬千的這個人 所以太平天國全無國 這個就是洪秀泉 建都南京之後 豬王 荒芋久舍 不思進取 爭權人內訌 這個國家都沒有去 這個國家都沒有去 這個要注意 這是政情 他做得不好 到南京他心安下去 這樣不對 有 現在說以前的訴訟 春秋建國的時代 有其中一個學說 叫做霸道 法家認為 法家認為 人性惡 他可以知道是人性本善 但是法家說人性惡 才生法度 生而已有奢望 才有生涉全馬 以之道賊道 必以律法而後證 以法治來防範 強盜 用法治 法治制度來約束臣下 遠勝過一時的人治 他就說要用法 所以我們現在就說法律 就是這個原因 一定要說法 一定要說法 要用法術士 來讓這個國家 旺盛 要說過度遵守舊規 不正是因實質疑的變法重要 只會讓組織逐漸走向苍老 尾王 這個家旗的制度 有好制度 但是到了一個程度 到了一個時間 你又繼續實現這樣 那就不是好制度 並且一個派制度 你要知道說 你要跟著時代走 跟著時代走 秦孝公的時候 就是利用商鞅的策略 這是 最均衛的圖 我以往網路電動 把它抓下來 這是商鞅 商鞅是 390BC 就是利基倫 2300 2400 2400 空兩年 已經出生了 2000多年前 2400年前 一世公孫名殃 因為封在商 所以叫做商殃 也叫做商君 也可以叫做衛殃 因為他在衛國 在衛國的時候 他在衛國的時候 他是在 成像公蜀座的加成 有一個公蜀座 是打拼他 國王來看 國王看公蜀座之後 你有什麼經驗 公蜀座說 我有一個人 叫做商鞅 很厲害 你要幫他贏 這個 這個 魏王 好好好 但是 公蜀座知道 這個好好好 等於不在幫你製造 他說 你如果不願意製造 你就把商鞅抬死 不要這個人材 讓別人製造 這個 也好好好 就走了 走了 走了之後 這個 公蜀座 叫商鞅來 他說 我跟皇帝 國王 魏君 魏王建議 你抓去台 如果沒有去台 就要重用你 我現在先跟你說 你好早 但是魏王說 商鞅說 他既然 沒有要幫我製造 絕對 沒有要給我製造 絕對不會幫我製造 就沒有要給他製造 所以 魏王 商鞅的 心理分析 看得比較清楚 有一點來講 所以他 商鞅就走去監獄 日前後 監獄 監獄 秦孝公 說一個 道理 第一次是說 帝王之道 叫帝道 武帝之道 他說 做皇帝要怎麼做 說到 秦孝公 睡覺 第二邊說 王道 秦孝公 不綜藝 第三邊 第三邊 商鞅說 霸道 要比較霸 阿霸 秦孝公 聽一下 吃爽 好 滾了天滾了暗 說不完 全權任命 商鞅你來掌權 數日不厭 數日不厭 兩人情投意合 所以商鞅就開始在 進國來迎 你要知道商鞅有多重要 歐洲世界就沒有一個商鞅 因為這個東方世界有一個商鞅 他有辦法統一六國 歐洲世界也是 亂七八糟 分岩國 法國 德國 一大堆國 義大利 但是就沒有一個商鞅 在那裡 把他統一起來 這就不統一 大家都也很聰明 這個人特別聰明 商鞅 但是商鞅 路上也不好 下場不好 奉公暴力解決問題 所以 秦孝公跟商鞅的政策 思想是一致 所以徹底的變法 商鞅在秦國前後 實施了兩次變法 徹底廢除了舊制度 換了新制度 讓秦國很快的強盛起來 但是商鞅得罪了 原本享受到利益的那些 將官的那些大官 要像秦孝公四隻 這個商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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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群五隻 一隻白頭殼 一隻白頭殼有四隻羽 同一個時間這五隻 維護的地方跑掉 人們怎麼有辦法抵抗五隻羽的 所以裂開來 這叫做策略之性 這是東西最嚴厲的懲罰 策略之性有兩種 一種是人死後 一種是人還要娃娃在的時候 人娃娃的時候策略之性 那飛噴出來不得了 人死後策略 這是對屍體的侮辱 法家明是只有上映一個 還有這個寒飛子 我們手的有講義有四十七條 就是寒飛子下的 寒飛子這其實我們不知道 二八零米四 就是離開現在一千 兩千兩百 兩千三百年前 要不到兩千三百年前 就是類似五十六百年 也許霸佳家 法學家 法家重視法律 反對儒家的禮 這個為什麼孔子的學問 你從有什麼大案沒有 孔子的學問 他有一句出名的話 叫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什麼意思 你對你老爸的孝順 等於對臣子對君王的效忠 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這個當年說給漢武帝聽 漢武帝看到秦國這麼強 三世都完蛋了 到秦三世的這個國家就完蛋 他說我要怎麼把我的管理 給我兒子 給我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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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到漢漢代 有什麼理論沒有 就有一個說 有 你讓我控制這套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這句話裡面有什麼缺點 表面上沒有缺點 你對你老爸的孫順 猶如你對君王的忠贈 沒有缺點 但是 你有幾個老爸 一個人而已 跟你的年齡還差 憑你幾個二十個英雄 所以你對他的孫順是絕對的 但是你跟君 我這就不一樣了 君有時候五十歲 有時候六十歲 也有時候三歲 三歲做皇帝 你對他效忠 你效忠他又不對 我讀到世音有歷史 東羅馬帝國 一個條代兩千年 兩千年在中國 有二十五個條代 到底兩個有什麼區別 最大的區別就是 他們那邊要做國王 要做皇帝 世的皇世界 一定要成年男子 二十歲以上的大嬤兒 才可以做 我們在埃及宴后 裡面有看到 Cliopatra跟羅馬的帝王 羅馬帝王 不像說 要用台詞 要用刺殺掉 不是換他們兒子 換渡大威 這就是我們多少知道的事情 所以法家說這個理智不對 法家重視法律 反對儒家的理 這法家有什麼作用 要了解一下 第一個作用是定分指針 確定所有權 法家之一的聖道就做了很多比喻 一吐走百人追之 積吐於世 過而不顧 非不欲吐 分定不可爭也 這說什麼東西 他就說一隻拖子走 很多人去淋 一隻拖子 市民上走來走去 人可以淋 因為這是無助的拖子 但是在拖子裡面 有一個人 有幾百隻拖子在旁邊 你就不會去拖 是因為他有左右管理 你就不會去拖 這就是法律的作用 你如果去幾百隻拖子裡面 三兩隻 你犯罪 這就是法律的作用 第二的作用就是 心功俱爆 這目標就是為了富國強兵 取得兼病戰爭的勝利 耗力誤害是人性論 因為法家認為 人會趨向有利益的地方去 人會趨向有利益的地方去 不然去那裡有害的地方 人生有好物 故名可治也 人生有好物 故名可治也 所以這 因為人有喜歡跟不喜歡 你有喜歡的東西 自己縮白 不法骨不尋經 不法骨不尋經 法家提出不法骨不尋經 就是 不說 家具所做的 我們就一定要照家具所做的那種 來進行 不可以 也不說 今天所做的 就帶今天這個 的事做 走 他把守舊的儒家 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什麼叫守株待兔 守株待兔就是 有一個祖禪人 在祖禪 看著一隻拖子走過來 這隻拖子走進去 就穿到手 再分裂 這個人就叫到這隻拖子 這麼好賺 手腳就賺到這隻拖子 所以他每次就在這隻拖子 叫做守株待兔 拖子又來不 絕對不會又來 他就是說 儒家你就是這種人 守株待兔 還有 法 術 士 商鞅 聖道 聖不害 他們都有特點 跟三個法術士結合在一起 獨享軍政大權 掌握政權 推行法律 防止犯上作亂 維護君主的地位 這也是當時的法家的人物之一 叫做聖不漢 這是韓國著名的思想家 他做詹雄十九年 他素稱 是春秋戰國時代代表性人物 法家的思想 戈蘭吉尊所提倡的 民主形式的法治 有根本的區別 最大的就是 法家極力主張君主極權 而且是絕對的 這點應該注意 法家其他的思想 我們可以有選擇的 加以借鑑利用 韓非子到底是什麼人 韓非子是 戰國末期韓國的貴重 西方是行明法術之學 但是有人說他口吃 大隻 是 理師 和韓非子都是尋職的地址 當時韓國很弱 多次向韓王提出富強的計策 但是韓王不接受 不接受 但是他這些資 去給秦王嬴政看到 看到了 怎麼有這麼爛的人 要在這個人 全出兵來打 打韓國 韓國說你打什麼 你把韓非子送來我們這邊 我就不會跟你打 所以要去把韓非子送去 秦王嬴政 嬴政就是要去做秦始皇 叫營政 但是去營政 去到秦國 理師就是他的長官 忌妒韓非子的才能 全家獻 他就是禁殘年 黑白說 韓非子 服毒自殺 這不是說所有的法家都可以做法 我們一段時間說得吃 一段時間說得吃 我們就要一段時間說十個 謝謝 請起立 走 下口休息十分鐘 敬禁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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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